5月14日是宋忠基在北极举新亚中巡回粉丝见面会的首场 将近能容纳一万人的体育馆作物学习 公民老公宋忠基在粉丝的花痴尖叫声中亮相 白身衫黑戏裤 笔挺身材 身材台登场 自每个少女心里的那个王子一般 现场 身穿白色身衫 西装裤 小白鞋登场的宋忠基 先使用中文向大家问好 我学习中国文化 很棒 但是你很棒 我喜欢 中国话 很难 并且用完美 给力两个词就把开场的氛围带了进来 但想到之前新闻说 1080的票都炒到了6800 有消息说那场前排的好位置甚至炒到2万 有粉丝简直被吓到了 当晚开场前几分钟 这位粉丝在场外听到粉丝在和黄牛转驾 1080的票 黄牛说自己拿到手的价都2000以上了 这位粉丝也是1080的票 不过是在看台 视野还不错 正宗 就是距离太远 还是只能看大屏幕杰克 想想花个两三千 六千八 甚至更多 听几句不嫌不淡的问答 看几张欧巴的照片 听两首歌 眼称一下提前找好的粉丝上台和欧巴熊宝 这样的见面会值吗 粉丝旁边坐着个从沈阳赶来的迷妹 看到一半说无聊就走了